大家好,我是光潭 中餐的蔬菜教課很豐富 其實我們法餐也有一些 我之前分享過這個鑽蘑菇 那今天我們來做一些土豆教課 要拿一些大一點的土豆 土豆切成5乘5厘米的正方形 切成這樣的方塊就可以了 其實大小一點也沒有什麼大問題 主要是要比較方 我們現在要做兩種 一個是鑽石土豆,一個是籠子土豆 那我們現在要用這個稻尖 在這個土豆上面畫一個方塊的 就這樣,在邊緣要留大概5毫米 像我這樣寫著切 邊框不要切斷 一點點往裡切 知道邊框和裡面的土豆分離 像這樣弄著土豆的第一步就好了 中間的土豆已經可以轉起來 接下來小心地把弄中的土豆削圓 然後再做一個鑽石土豆 刀要從中間切出 這樣45度寫著切 注意不要切到頭 每一面要這樣切四道 切完後 多餘的土豆很容易拿掉 得到鑽石土豆 那這兩個今天的雕刻就做好了 所以這個是籠子土豆 這個是鑽石土豆 所以這些現在在法餐就是很少尖很少尖 說實話有點老氣 蠻多人就在現代餐廳就不會用到這些 但是在70年前還是蠻少尖 用這種土豆做一些小配菜的 一般就是油渣 然後油渣之後呢就做一些擺盤之類的 像穴一下的話可以在家慢慢練 再到家裡 而且雕刻 是 的